打追加剂提升保护力 截至目前国内第三剂覆盖率 已经突破四成朝五成迈进 怎么打抗体浓度最高 长庚医院招募340位受试者 混打研究报告出炉 前两剂已经施打AZ的医疗照护人员 随机分排四组 施打第三剂一个月后 试验结果综合抗体浓度 以全剂量莫德纳的47.7倍最高 接下来依序为半剂量 莫德纳的39.8倍 BNT32.2倍高端12.7倍 所有的组别 他们的综合抗体效价都提升了 那当然看起来还是MRNA疫苗的 提升的这个综合抗体的效价 是比较高的啦 蛋白次单元疫苗 大概是稍微低一点 那中间的差距大概是2到4倍之间 我们的话受案是20到65岁 那平均年龄是35岁 那男女比的话 大概是1比2 女性工作者比较多 那这四组是没有什么基础上的差异 虽然试验结果 追加剂接种莫德纳综合抗体 生成浓度较高 但就全身获取不幸的副作用来看 也是莫德纳的发生几率最高 施打追加剂之后 它的抗体产生的这个上升的量 跟它的值都有得到相当的改善 同时T细胞免疫的反应也是相当的不错 施打追加剂之后的抗体下降的情况会比较减缓 以抗体增加幅度来看 MRNA仍优约蛋白质次单位疫苗 但预防重症最重要的T细胞免疫反应 则没有明显差异 病毒不断变异 要保护自己 时间到了就去打这家剂 才能够延续保护力 欢迎讯送去黄佩涵 台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